见到第一线第3338章 诸位可愿助我杀敌 战场中青色锋芒交错 像凌乱批出的剑气 虚空中撕裂出一道道 触怒惊心的裂痕 为何不阻止 素婉君邪逆了乌鸦一眼 看出对方很焦躁 气急败坏 哪怕你动手 我也不会阻止 乌鸦叹道 我说过命官的道徒 非生死 不相救 可却没想到 他竟早已得到了 那位存在的认可 那位存在 素婉君若有所思 是指那个化作 小姑娘模样的气灵 还是指气灵的主人 或许 正因为看出了这一点 才会让那知道者 哪怕焦躁至极 也不曾阻止吧 战场中 一片动荡混乱的景象 看着这样一场大战 素婉君想起了 彼岸战场上 每一天都在上演的 血腥大战 眼神不禁一阵恍惚 大 今天动地的碰撞声响起 白地枪被震飞 高高地抛起 砸落远方 手持白地枪的绍号锥 躯体被拦腰削断 那血腥的一幕 刺激得不知多少道祖胆寒 厮杀到现在 仅仅需于时间而已 可他们这边已溃不成俱 数十位道祖的法体 暴毙当场 而自始至终 没人能撼动那轻衣少女 分毫 那些道祖 经历过不知多少凶险 可此时 都被杀得胆寒 杀得绝望 无法撼动对方不说 反被对方一通乱杀 这让谁遭得住 山不归 少号雾影 专于拓等人 都已遭难 法体豆腐被切开 鲜血飞洒 在这一战最初时 他们自存大局可定 苏毅再劫难逃 根本没想过 一个轻衣少女的出现 竟以一己之力 轻松扭转乾坤 以至于 在他们法体被灭时 心中尽是不甘和憋屈 撤 快走 那女人太可怕 根本非我等能力敌 场中响起一阵大叫声 许多道祖驾驭顿光 仓皇逃窜 当都感受到 皮肤汗术的绝望时 谁又会傻乎乎去拼着送死 哗啦 神火箭掀起铺天盖地的耀眼神艳 像九天落下的火焰瀑布 执掌神火箭的砖鱼枝 也果断转身逃了 几乎同一时间 执掌造化齿的太后 以及在场其他大人物们都选择撤离 兵败如山倒 来时汹汹如虎 去时惶惶如犬 丢人 太丢人了 离断眼神中 竟是讥讽 上百位道祖一起联手 却被一个轻衣少女杀得溃不成军 落荒而逃 天地动荡 血腥如化 轻而本欲追击 可以想到身旁的苏大人只剩下一缕残魂 终究还是忍住 苏婉君的心彻底平静下来 乌鸦如释重负 终于要结束了 还好 原界的本源力量 虽然遭受到冲击 但还谈不上严重 归年 百里清风彼此对视 脑海中奇奇冒出一个念头 趁此机会 去痛打落水狗 可此时 却见苏一呼的开口 接下来 就交给我吧 所有人一正 这是何意 还不等想明白 却见苏一那仅剩下的一缕残魂 呼得仰头望向天穷 右手随之仰起 一股无形的心境蜜力 随之扶摇而起 掠上云端 扩散到星空之中 那星空中 漂浮着无数若星辰般的问星道碑 传闻中 那里被视作混沌纪元最初时的一座坟场 每一座问星道碑 就代表着一位强大存在的墓碑 也有传闻说 在混沌纪元最初时 曾有着一条凌驾于世间一切道图之上的古仙路 在一场神秘禁忌的浩劫之下 那一条古仙路被毁 化作无数碎块 遗落在原界 于是就有了一座座问星道碑 而此时 随着苏一的心境秘力 在星空中扩散 就像是一场无声的召唤 下一刻 星空巨阵 那静静悬浮 不知多少岁月的问星道碑 随之一一从沉寂中苏醒 产生奇异的轰鸣 恰似漫天星辰活过来 在星空中一起共鸣 肉眼可见 每一座问星道碑 皆显化出一道虚幻般的身影 犹如傲视主宰重现时间 漫天的星辰 就像漫天的主宰 映照星空 这 离断去体紧绷 呆滞在哪 什么情况 素碗君美眸泛起一彩 眉梢间浮现出一抹惊艳之色 正准备去痛打落水狗的归年 和百里清风 倒吸凉气 星空璀璨 道碑轰鸣 漫天如若主宰般的身影 一起映现 这是怎样匪夷所思的一幕 同一时间 正在逃亡的那些道祖 无论分散在何处 皆悚然一惊 看到了星空中上演的壮观一幕 古来至今的岁月中 问星道碑 被视作原界第一试炼地 那里藏有大秘密 大玄机 大造化 让道祖存在 都为之折腰 和问星道碑有关的传闻 更是数不胜数 无不带着神秘色彩 可所有人都确定 在古今漫长的岁月中 问星道碑从不曾发生过类似的惊变 那道碑上映线的虚影 莫非皆是混沌纪元最初时的强大存在 我怎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莫非是因为 刚才那轻衣女子太过凶横 破坏了元界的本源力量 以至于犯了众目 才引来那无数恐怖存显现力量 那些道祖皆很震惊 感到压抑 那星空中的虚影 就像一位位从混沌纪元最初时 走来的恐怖巨头 虽然只是虚影 并非真实存在 可依旧让那些分布不同区域的道祖 皆感到心迹 是他们 他们竟都被唤醒了 这一刻最激动的 莫过于那只乌鸦 他扑扔着翅膀 一跃之间就掠上云霄 来到那星空深处 看着那一个个从道碑上显化的虚影 乌鸦眼眶泛红 情绪彻底失控了 那些阶层是他的道友 有生死之交 有同道好友 那些阶层是混沌纪元最初时 开辟出一条大道 可称作始祖的存在 其中一些人 更是在混沌中呈现 原来 你们都已认可了 那新任命官的道徒吗 否则 为何会一起出现 都怪我当局者迷 根本没想过 在他踏上那一条 禁忌般的道徒时 就等于执掌了 我们不曾拥有过的 一个定道契机 乌鸦难难 似哭似笑 疯癫了似的 猛的 所以那清朗从容的声音 在这星空中响起 诸位道友 可愿助我杀敌 声音轰然震荡四方 下一刻 那无数在不同道杯上 映现的虚影 皆齐齐 发出一道声音 可 一个字 却像星空中 最洪亮的一道惊雷 在整个元界 九中天之上响彻 这天地十方 都被震动 离断悄然握紧双手 这是怎样一幕画面 万千主宰般的虚影 却都以一种铿锵有力的方式 在听从苏义一人的调遣 畏为大观 只看着 只听着 就让人热血奔章 感受到一种 由内而外的震撼 我仿佛看到大老爷归来了 归年神色恍惚 百里清风正正道 我也是 由记得 当年大老爷在时 一声令下 天下莫有感不从者 由记得 只需大老爷点头 天下剑修 无不拔剑相应 生死已赴 由记得 纵使天塌地陷 剑地城上下也从不怕 因为 于大老爷眼中 那只是翻掌可评的小事 过往很长时间 剑地城的剑修皆清楚 苏义是剑地城大老爷转世之身 可无论是谁 却从不曾真正视他为大老爷 很简单 过往之苏义 和当初的大老爷相比 无论道行还是影响 悬殊太大了 也因此 他们对苏义尽重归尽重 谈起苏义时 也往往以姓名称呼 而从不曾唤过一声大老爷 可现在 当目睹那星空上的壮观一幕 归年和百里清风 皆心声无限感触 心潮起伏 脑海中大老爷的身影 仿佛和如今的苏义 渐渐地重叠在了一起 而听到归年和百里清风的对话 素婉君唇角泛起一抹 若有若无的笑意 前世今生本义人 无非多了不同的人生 际遇罢了 有区别吗 若说区别 自己也曾有过西宁 这样一段独特难得的人生啊 那些逃到不同方向上的道祖 原本还在震惊 为何会发生这等匪夷所思的景象 旋即就听到 苏义的声音响彻星空 而后 得到了那一众主宰虚应的回应 可 这寥寥一个字 落在那些道祖耳中 却似催命的钟声响彻星头 一个个脸色大变 这才终于意识到 那星空无数问星道碑的异动 竟是出自苏义的大手笔 他都已只剩下一缕残魂 却在此刻唤醒了问星道碑 那无数主宰虚影 为其效命 不好 快走 快 那些道祖皆心颤 发疯一般朝第九重天外逃去 可终究晚了 便见那星空中 一众主宰般的虚影 皆奥力在哪 隔空出手 就像上苍发怒 无数星辰般的道碑轰鸣 释放出的本源力量 被那些主宰虚影运转 砸落星空之下 哄 从大地仰望 元界第九重天的星空 就像一下子燃烧起来 而天穷就像下了一场暴雨 诸般禁忌般的周虚力量 轰然倾泻 化作剑气 刀光 长矛 神迹 带起耀眼的光焰 展露而下 声势之壮观 足以让举世震战 一感炫亮的长矛 凿穿时空 让一位正在逃亡的道祖 躲闪不及 躯体直接被贯穿 轰然暴碎 第3339章 焚炼九重天 星空在沸腾 元界九重天各个区域 接连有道祖的法体暴碎 惨叫声震天 哪怕相隔很远 都能听得清楚 这是怎样一种力量 只是一些虚影而已 却强大到屠杀盗祖 法体如收割草剑 苏毅的残魂望着星空 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 仪态潇洒的水源 眉目刚毅的长寿佛 一席道袍容若少年的羽道人 俊美飘逸的剑修白树 这些混沌纪元最初时的存在 皆曾在争名台上 留下到真净层次的印记 而今 他们显露出的虚影 则截然不同 一个个犹如傲视主宰 威慑天上地下 和其他人看到的景象也不同 在苏毅眼中 那些主宰般的虚影 俨然就像一个个烙印 和元界的本源力量 融合为一 元界 就像他们的化身 他们 就像元界的本源 无疑 那每一座问星道碑 分别代表着混沌纪元最初时的 一位强大存在的印记 那只自称知道者的乌鸦曾说过 在混沌纪元最初时 曾有一场浩劫 元界的一切造化之地 和试炼之地 皆是在那一场浩劫中 遭难的失败者所留 如此推断 言称问星道碑试炼地 是一座坟场 那一个个道碑是墓碑 倒也有些道理 旋即 苏毅又想起一事 若传言是真 那是否意味着 那一座座问星道碑的本源力量 实则就是那一条崩碎的 古仙鹿碎片所画 一时间 苏毅思绪飘忽 原来 从一开始到最后 所有人都猜错了 离断呆呆地望着星空中 那足以震撼天下的景象 终于明白一个真相 今日一战中 哪怕没有任何人帮助 苏毅也有逆转乾坤 掘地翻盘的手段 一如此刻 漫天主宰般的虚影 听其号令 为其杀敌 而这 才是苏毅敢于一路杀到九中天 根本不忌惮被重重围困的根源 当年的萧简 可不曾做到过 离断眼神复杂 何止是萧简 从元界诞生 到严存至今的岁月中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也根本没人知道 原来在那问星道碑试炼地 竟还分布 有如此匪夷所思的玄机 轻而扭头看着身旁的苏毅 漂亮清澈的信任眼里 尽是钦佩 苏大人好厉害呢 怪不得主上称其为道友 愿与之对坐品名 甚至主动请求苏大人来照顾我 苏毅忽地道 看什么 我脸上有花吗 清儿连忙摇了摇琴手 娜娜道 清儿只是觉得 今天擅自出手 有些自作聪明了 苏毅一正 论心论计 你都做得极好 莫要这般自责 她心中怪异 该说自作聪明的是我才对 还以为你真的如引渡者所言 没什么本领吗 嗯 清儿受教了 清儿认真地回应 其实 清儿在出手前就明白 苏大人根本无需清儿帮忙 可清儿却很担心 看不下去 才忍不住出手的 那可爱的小模样 和之前杀伐一众盗祖时的风姿 截然不同 苏毅忍不住道 你早看出来了 清儿不假思索道 对呀 若苏大人动用身上那一道混沌纪元最初时的禁忌之宝 清松能把整个元界毁掉 根本不必清儿越左带袍 苏毅正住 心中震动 她一下明白过来 清儿说的是久遇见 却见清儿钦佩道 不过 清儿也明白 苏大人宅心仁后 必然早清楚 整个元界的本元规则 无法承受那等禁忌力量 才会宁可 让自己负伤到这等地步 也不愿动用那等宝物 苏毅 他哪里是宅心仁后 而是根本不清楚 久遇见 还能霸道到这等地步 不过 清儿的话 倒是点醒了苏毅 之前他也曾疑惑 既然那些祖灵跟炼制的 混沌秘宝 都能带到元界来 为何久遇见不能 现在 他终于明白了 久遇见不能来 否则 元界承受不住 而此时 眼见那星空中发生的一切 清儿才发现 苏大人原来早已胸有成竹 即便清儿不出手 那些大敌 也必将在苏大人 谈笑间 灰飞烟灭 清儿眼眸亮晶晶的 娇俏可爱的小脸上 毫不掩饰对苏毅的钦佩 被这么一顿猛夸 以苏毅的定力 都有点尴尬 以妻儿的手段 杀盗族法身 如杀鸡宰狗 被这样一个神秘超然的 气灵如此静默 谁能遭得住 哄 星空如燃 诸般恐怖禁忌的力量 从天穷倾泻 紧紧虚余间 那些逃亡的盗族法身 以尽数毁掉 太号绝远 盘武清 墨鱼 皆在无尽的布干 和惊悚中 灰飞烟灭 然而 这一切并未结束 那散落在不同区域的 造化尺 神火箭 白地枪 苍山印 在此刻皆发生惊变 每一件混沌秘宝上 皆释放出冲销般的 混沌神宴 而一道又一道身影 则在那冲销 而起的混沌神宴中 显现出来 造化尺上 一个长发披散的男子 一步之间 来到星空之上 他放眼四顾 杀气腾腾到 先到一拜 而等早已在定道之节下 化作历史尘埃 而今只剩烙印罢了 却妄自插手世间事 真当我等天前者不存在 深阵四眼 整个元界第九重天 都听得清清楚楚 太号秦苍 离断眼眸中 一下子涌起 直欲燃烧般的仇恨之意 那长发披散的男子 正是太号式的始祖 命和起源五位天前者之一的 太号秦苍 一个曾把离断这位刀修 第一道祖血腥镇压 囚禁为罪徒的无上存在 素挽君醋眉 心中凛然 那太号秦苍并非法身 也不是其本尊 仅仅只是一道意志印记 可气势之盛 却贯冲星空 几乎同时 分别有一名威猛兽袍老者 手托苍山印 一个白袍青年 手握白地枪 一个墨袍中年 执掌神火箭 一起出现在星空上 分别是山岳神族始祖 山行虚 少号是始祖 少号侧 专于是始祖 专于天舞 皆是天前者 命和起源四大天狱人 所尽知的至高主宰 随着他们出现 各自身上释放出的气息 也是让整个元界 都随之动荡起来 苏毅悄然眯起眼眸 五大天前者 除了玄黄神族的 皇室级之外 其他四位天前者的 意志印记力量 都已从混沌秘宝中显现 这还是苏毅第一次见到那些天前者的真容 不得不说 哪怕是意志印记 可这些天前者身上的气势 依旧强大到令人绝望的地步 远不是道祖可别 清儿的眼神 顿时变得凌厉起来 仰望星空 掌指间 有青色锋刃凝聚 同一时间 素挽君的掌心 有着一道奇异密符 悄然泛起晦涩的光泽 四位天前者的意志印记 一个比一个恐怖 压盖星空之上 竟然完全不逊色于那一众主宰般的虚影 这一刻 整个元界第九重天的气氛 都已压抑到极致 可也是这一刻 一只乌鸦从星空中显现 语气淡漠低沉 像下达命令般说道 自此刻起 元界第九重天将彻底隐去 没有任何言辞争锋 也没有给出任何缘由 只平静地宣布了这样一个决定 而后 那星空之上 无数座问星道碑 就像无数星辰般 汹汹燃烧起来 那片星空都被炼掉 整个天穷随之破碎溶解 而那一个个宛如主宰般的虚影 则在那燃烧的星空大火中 一一消失 轰隆 星空焚燃 天目溶解 整个第九重天 就像要被这无尽的神焰 给彻底焚化掉 太号秦苍 山行须 少号策 专于天舞四位天前者 皆震怒 脸色一变 可还不等他们反应 那星空燃烧的无尽神焰 就已将他们的身影淹没 肉眼可见 他们的意志印记 转瞬就化作飞灰飘洒 只有各自执掌的混沌秘宝 发出轰鸣声 奇奇消失在那肆虐狂暴的火焰中 同一时间 阁下也可以离开了 一扇奇异的时空门户 出现在素挽君身前 那乌鸦的声音随之响起 还请阁下莫忘了 命官之命 非生死 不相救 素挽君没有理会 他自顾自将目光 看向苏毅所在的位置 却正然发现 苏毅早已不在场中 不知去了何处 连那个化作 轻衣少女的气灵也不见 不过 从乌鸦的言辞间 已让素挽君明白 只剩下一缕残魂的苏毅 并未发生什么不测 挽君前辈 闺年和百里清风一头雾水 正要询问 素挽君已摇头道 苏毅没事 他心中则喃喃道 也好 此时此地 不如不见 否则 他必受我影响 为我担忧 我们走吧 下一刻 素挽君带着龟年和百里清风一起 走进了那一道奇异的漩涡门户 瞬息 那一道漩涡门户也不见了 星空燃烧 天穷焚化 很快 整个元界地久重天 都笼罩在汹汹大火之中 唯有那满地废墟的通天城 却隔绝在大火之外 不曾受到影响 苏毅和清儿的身影 被一片光雨笼罩着 凭空出现在城中一座道场内 身旁 便是通天新路的入口 那里 被一片混沌雾崖笼罩 一只乌鸦从天而落 立在道场外的废墟上 第三千三百四十章 定道者为禁忌 星空燃烧成火海 天地则向熔炉 炼掉元界地久重天的山河大地 一切都在燃烧 在融化 唯有通天城不曾受到任何波及 转瞬间 就凭空出现在通天城内 让苏毅和清儿立街意识到 这是出自那只乌鸦的手笔 眼下这地久重天内 除了你们两个 已再没有任何外人 乌鸦立在废墟上 道 苏命官 你可以先养伤 我和这位存在先聊一聊 苏毅道也不客气 自顾自盘膝坐下 开始打坐 清儿则眨了眨眼睛 打亮着乌鸦 道 你想和我聊什么 乌鸦扬起翅膀一挥 一道结界力量 在他和清儿之间凝聚 而后 他这才说道 你家主上当年离开命和起源后 莫非并未前往混沌纪元之外 清儿摇头道 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 乌鸦眼神闪动 阁下何故装糊涂 莫非是信不过我 清儿眼神澄澈干净 声音清脆道 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又弹劾信任 要不你先说说你的来历 乌鸦顿时沉默 半晌 他话锋一转 道 罢了 不问这些 我只想知道 苏命官和阁下的主上 又是什么关系 清儿再次摇头 我既然信不过你 自然不会回答任何事情 乌鸦 看得出来 这位身份独特超然的气灵 明显根本信不过自己 乌鸦一声长叹 异信索然道 其实 即便你不回答 我也已能猜出一二 之所以明知故问 无非是想进一步印证罢了 说着 乌鸦目光挪移 看向苏毅 既然阁下不惜主动站出来 为苏命官战斗 自然意味着 他已得到阁下主上的认可 乌鸦眼神复杂 也不怪他 可以得到那些老家伙的认可 那些老家伙 自然指代的是 那曾一一从问心道碑上 印线的主宰虚影 清儿不解道 你究竟想说什么 乌鸦却沉默了 久久不语 清儿皱了皱漂亮的秀眉 也不再说什么 气氛就此沉寂下去 道场中央 苏毅的残魂盘息而坐 对这一切浑然不知 而一场不可思议的蜕变 正在他那一道残魂上 悄然上演 道区被毁 只剩残魂 对任何修道者而言 都是无比棘手的严重伤势 哪怕恢复过来 道横必然也会一落千丈 就此一蹶不振 可苏毅不一样 虽然眼下的他只是一道法体 而非本尊 可即便如此 这样的伤势 也并非不可修复 原因就出在涅槃之力上 时间点滴流逝 仅仅片刻而已 乌鸦和清儿皆惊讶注意到 苏毅的那一缕残魂 被一层奇异神秘的力量笼罩 像残剑似的 把苏毅的残魂完全包裹 再看不到他的身影 你可知道 在之前那一场大战中 他为何能号令所有 问心道碑上所留的烙印力量 乌鸦呼地道 不等轻而回答 乌鸦已自顾自道 很简单 他在那条竞技大道上 以执掌真正的涅槃之秘 碰触到了命运主宰的门槛 对其他人而言 只有经由通天心路 才能去参悟问心道碑的秘密 可他不一样 根本无需由他自己主动参悟 就已得到那所有问心道碑的认可 乌鸦说到这 眼神也有些恍惚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当初上一任命官削减前来时 都未曾做到过 轻而去呼地纠正道 在我看来 苏大人的大道 根本无需谁来认可 与其说是那些问心道碑的烙印力量 认可苏大人 还不如说是他们被苏大人的大道所折服 乌鸦一正 点头道 你说的 也在里 这时候 那燃烧的星空 已悄然归于一种寂静中 一切神宴都已消失不见 包括那些 如若星辰般的问心道碑 统统都不见了 那天穷之上 只剩下一片雾茫茫的混沌 放眼四顾 除了这通天城之外 整个元界第九重天就像消失了般 全都化作了虚无 对此 乌鸦并不奇怪 继续道 那每一块问心道碑 分别留有一位混沌纪元最初时的强者印记 那些印记 有他们各自的一波传承 有毕生的修行经验 有他们惨败在定道之节中的经历 如今 这一切都已被苏命观义人所得 乌鸦道 阁下可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气儿摇了摇头 乌鸦深呼吸一口气 道 如果他以后殒命 则意味着那些混沌纪元最初时的传承 都将彻底断绝 命运主宰之路 则将成为一个再不可能存在的传说 那只存在于混沌纪元最初时的仙道 也将再没有重现的希望 轻而不由露出私寸之色 许久 少女才说道 我有不同的看法 乌鸦一愣 阁下弹奖无防 少女认真道 我认为 苏大人的道徒 不会这么小 乌鸦 若不是清楚亲儿的一些底细 乌鸦绝对懒得再多说一句话 竟认为他所说的那些后果 在苏裔的道徒面前 都可归类到小上 这何其荒诞 谁敢说 自己的道徒 比混沌纪元最初时那些直通仙道的传承更大 谁又敢妄言 命运主宰之路属于小道 更遑论 那在混沌纪元最初时 就称得上飘渺的仙道之路 不知曾让多少无上传奇尽折腰 怎能以小来形容 却见亲儿自顾自道 关于定道之战 我也听主上谈起过 那一条古老缥缈的仙道之路断了 必然有断的缘由 那些曾在定道之战中落败之人 既然败了 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大道 还谈不上志强 亲儿抬眼看向乌鸦 若苏大人的道徒 像你所说那般 以后焉可能改变这一切 闻言乌鸦愣在那 破天荒的有些失态 亲儿则继续道 当初我家主上为何要离开 前往这混沌纪元之外 无非是早看透 只留在这命河起源求所大道 永远改写不了定道之战的结果 乌鸦正正不语 眼神变幻 半上他语气消沉道 或许你家主上是对的 可强大如你家主上 至今又是否找到改写 这一切的办法 答案其实显而易见 若那位存在 真有这般实力 早就去改变这一切 重新开天辟地 定道于整个混沌纪元 亲儿道 我家主上 已找到了一线希望 乌鸦浑身一阵 玄机明雾般 也谋默地看向了远处的苏易 这一刻 他终于有些明白了 乌鸦挥动翅膀 虚空中浮现出一道时空门户 三天内 通天城将归隐于原界本园中 还请阁下和苏命官 在此之前离开 乌鸦震翅掠空 正准备离开 冷不丁地一道声音响起 且慢 盘膝而坐的苏易 被一层奇异的力量包裹 看不清其人 但他的声音却传了出来 乌鸦一正 悄然在半空顿足 苏命官还有事 既然你自称知道者 对混沌纪元最初时的事情 必然了如指掌 敢问一句 定道之战的获胜者 又是何人 乌鸦眼眸眯起来 这个事情 是一个境界 不 严格而言 那位曾在定道之战中 获胜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个境界 其来历 明慧和世纪 皆早已从诸天大道中隐去 恰似大道无名 若强行谈起 就像碰触了天条铁律 必遭天前 正因如此 这世间的一切古籍 一切传言 一切人和事 皆不曾有和那位境界 存在有关的字眼 其人如道 不可明知 许久 乌鸦才缓缓道 我只能告诉你 五大天遣神族的始祖 就是为那位存在笑命 轻而呼地嘘了一声 莫要再谈 乌鸦一正 旋即浑身一颤 唇中发出闷哼 其一身漆黑的淋雨 骤然断裂了许多 鲜血飞洒 这突兀发生的一幕 让苏义都不禁吃惊 那禁忌般的存在 竟强大到如此低步了 只谈了和他有关的 五大天遣神族而已 就让黑鸦遭受反噬 这何其恐怖 乌鸦眼神黯淡许多 不顾周身伤势 这就是触碰竞技的下场 得亏我不曾谈起 那位存在的名讳 否则 遭受的反噬 可不会如此之轻 这一切 苏命官也已看到 其他的话 已无需我来赘述 苏义这一刻 想起了两个人 一个是陈仆之父 那位神眼山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 无上人物 一个是林景洪之父 方寸山的小师弟 一位曾指掌轮回的林魔神 这两位的名讳和事迹 同样早已从世间隐去 这一切 让苏义意识到 在混沌纪元最初时 那个曾在定道之战中 获胜的竞技人物 极可能也是这样一位存在 事实上 建帝城大老爷身上 也有类似的地方 人人皆称其大老爷 却不知其名讳 强大如三清鼻祖 佛门使尊这些巨头 都只称呼其剑客 和其他人不同的是 有关建帝城大老爷的传闻 至今还在世间流传着 大老爷犹在时 也向来不在意 这世间的评判和议论 看不开 纵使顿入大道 隐于世间 心中也有执念 看得开 哪怕天下非议 世代毁谤 又与我何干 看不开 这乡 由我执 看开 则无相 我执